OK 这个时候如果我在伺服器上 客户端上 我另外做个使用者 这个使用者 Userive 是伺服器没有的 他的UID 是 6400 那GID就随便 使用者名称 叫做 clap 密码 password clap 现在我改变这个人 把他的密码设为 password password 然后 这个人就改了 su clap 现在我是一个人 我的ID是6400 我cd进到 mnt 的demo 进到upload 我这边做一个目录 再做ccc ok 他的结果是什么 我这里写 ccc 却写成了nobody 好 这是正常哦 再看 这边 我的ccc在这里 变成了6400 哎呀 这就是我要你看到的 也就是nfs 会让客户端的 谁谁谁 我管你是谁 客户端的6400 伺服器 并不会特别去把他 6400改成别的 如果伺服器本身 并没有一个6400的用户 他就会出现这种状况 直接登记6400 我希望你看到这个 也就是nfs 对一般用户的身份登记 或身份的传送的过程 他是尊重的 他唯一有意见的是root 可以吗 这是这个正常的状态 以前在nfs 第三版的时候 这个地方 会显示clap 但是现在 在第四版上 他会故意 把它做成nobody 所以当你自己看到 做了自己做的档案 是nobody的时候 不要紧张 他很可能只是 因为要遮蔽 这个使用者 让你的身份 不要被别的nfs用户看到 而做的一个遮蔽的动作 因为外面来的nfs用户 如果发现 你的某些系统上面 有所谓的其他某个 什么使用者的身份的人 他很可能就会 用你的账号去登入 或攻击你 所以他这边写登记是64 这只有管理员看得到 但是人家所看到的 都是nobody 不要气馁 不要以为说 你变成nobody了 但是这是一个遮蔽的作用 这是第四版才有 第三版没有 那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跟你介绍一下 也就是这些进阶的设定 在设定值设定的时候 可以做哪些调整 可能有一些地方 你希望达到一种状况 这种状况就是 你希望nfs伺服器上面 在某个分享 或针对某一台主机 登入的时候 它的UID里 不要变成nobody 可不可以 也就是让某一台电脑的root 到你的伺服器上的时候 它还是root 所以这个参数叫做 no root squash 那这个三数 必须要设定在 特别针对那台电脑的设定值上 这是第一点 但第二点 如果你 希望 另外其他的主机 登入你的电脑 尤其不是登入 是用nfs进入电脑的时候 我不管他们身上是什么样的身份 一律变成我本地指定的某人的身份的时候 就用all squash all squash 是不管你的远端客户端身上是什么身份 连到你身上之后 都主动的被nfsdemon 变成你指定的anominus UID 或你指定的anominus GID 那这边介绍了几个这个参数 root squash 是预设值 远端客户端的root 到你身上 变成nobody 第二个叫做no root squash 远端客户端到你身上 的过程中 他这个no root squash 他就怎么样 远端root 到你身上 还是root 这是你可以选择的 all squash 远端不管什么身份 管你是什么身份 不管任何身份 通通都变成指定的UID跟GID OK 所以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的 像是这个状态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范例 你看人家写的时候 他把根目录分享出去 Master 有RW 这台电脑叫做Master 它是可以被反解的 别忘了 可以这样写 就一定可以反解的意思 RW no root squash projects 后面是project信号.local.domain 这看你怎么写了 这是可读写 这是维读 好了 看这台 他针对家目录里面的Jell目录 然后你看到PC001可读写 那些 所有来自于PC001的连线 通通都转换成为15100的身份 这是UID150 GID100 这一条 针对PUB目录的分享 不限来源一个信号 直接写个信号 是最简单最快速的写法 不限来源 唯独 然后呢 用1024以上的pro All Squash All Squash 没有设 Anonymous UID GID的时候 All Squash 就全部把它变成Nobody 然后呢 你看这个 这是个IPv6的 那这边有没有显示 这里有个no root squash 来自于Trusty 这台电脑的root 到我的root上 还是root 这就是no root squash 所以 现在在伺服器上 回到伺服器 我想分一下 我刚好这台demo2的IP是多少 IPA 它是16 0.16 所以在伺服器上 我就这么说 VI ETC Exports 在这里 我说 你要把 你要记得把单独的 某一台主机的设计 写在全部的直网的前面 因为先读到它 才会有算数 192.168.0.16 针对这台电脑 是可读写的 并且它上面 no root squash 同步 同步是为了安全 好 这就是第一条设定 你可以看到 客户端来自于0.16的时候 是可读写 而且它的root 到我身上 还是root 再来 这边是针对其他的 来自于本职网的 属机 挡个逗点 写 all squash 逗点 enuminous uid 等于 多少 你希望是多少 509 倒点 enuminous gid 等于 509 所以 enuminous uid enuminous gid 509 这两个都是509的状况 那这样子 等一下 来自于 除了0.16以外的其他的主机 它们不管是任何身份 都会被我直接改成 uid 509 gid 509 等等 这种做法 我们有没有可能 去 不重开伺服器达成 这是我最怀疑的地方 vr vr live nfs 你看一下 我现在进到这里来 我们刚刚讲etable 先看一下etable cat etable 它的内容是旧的 因为我没有重开 我现在不重开 我想办法把no-roof-squash16的那一台 弄进来 它是否在新版上export fs dash 等于一半重开的状况 就是 它重新把新的伺服器设定做进来的状况 它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接受 你看 现在伺服器的设定更新了 这就是一个 没有重开伺服器 但是可以更新伺服器参数的做法 我们刚刚写的16的设定就已经做到这里来了 而且它加了no-roof-squash 那all-squash 那我现在就要测 我没有重开伺服器 但是我好歹要重新挂载 我是yumao demo yumaodemo之后再重新挂一次 重新挂一次我的root进demo 可以进吗 我现在是root还是不是root 如果我是root 我到这边来 我就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 好 包含把这个post.log杀了 rmpost.log杀了 OK 这个时候确定我是root 我可以建新的目录 就在这里不用进到upload里面去 我是root 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我直接做一个poster 就可以建立一个root的目录 好第一部分成功了 好 第二部分 进阶设定里面 我就要用另外一台电脑 这台电脑是13号 我cd进到mnt 好 比如说我要挂那个180 我故意挂个180mount 192.168.0.11冒号 srv.nfs 挂载到180目录 我cd进入180目录 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这些东西 我当然没有权限在这边做任何的事 我被all squash 我就要到upload这里 在upload这里呢 看一下目录内容 你看这里是做出来的 我建立一个目录 叫做ppp 你看我的身份 被写成nobody 这是保护作用 全部都保护起来 刚zzz的jimmy也被保护起来 看到没 刚刚本来有写jimmy 现在都没有 都看不到 这是保护起来的 我们回到伺服器上看 在nfs的目录里 srv nfs 的upload里 可以看到 他写了jimmy 这个jimmy 这个ppp是我刚做的东西 也就是我刚是用root进来 我用root进来 我所建立的ppp目录 被强迫成为 这边的jimmy的目录 这样 伺服器上的jimmy的账号 就可以进来 去管理nfs 分享目录里面的所有东西 这当然要配合一些 环境的设定 跟全线的设定 但是你可以看到 我这边再做一个touch pppone 做了一个新的档案 我在这里看 叫做nobody 不要理他 回到伺服器 看这边 可以看到pppone 他是jimmy做的 这叫做all squash 强迫所有的来访的人 管你是谁 通通变成jimmy 所以对于进阶伺服器主胎的设定 这里 我们讲解了main page里面的 rule squash no rule squash 看一下 我们讲解了 rule squash no rule squash all squash 跟特定用户的写法 同时也印证了 我们刚刚用exportfs-r 可以在不重开伺服器的状况下 将这一些参数 全部传送到伺服器上 这样子就不用重开伺服器了 不会影响伺服器资料的传输 ok 到这边先停下来